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爱港者治港 反中乱港者出局 已经成为新的法律规范 也将成为治理香港的新制度 张晓明希望港人认识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保障 人大常委会日前撤销市民民主派议员的决定 使一国两制下所立的政治规矩 针对舆论的批评意见 张晓明将他们讥讽为噪音 并不乏得意的表示 让这些噪音成为香港新治理模式出台的背景音乐吧 他说中央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前提 香港发展越来越离不开 得益于内地 在谈香港民主人权自由等核心价值前 应先加上爱国意识 张晓明还表示 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司法体系 如何看待中共香港新的治理模式 香港将走向何方 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 香港新治理模式就是共产党绝对领导 张晓明所指的香港新治理模式 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保障 二 爱国爱港者治港 反中乱港者出局 三 重塑香港司法体系 对于张晓明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保障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认为 这只是中共常见的空泛但有妙物的政治口号 香港中文大学克席教授林和立认为 张晓明的话自相矛盾 因为香港人一般所认识的资本主义制度 与中国大陆自文革以来推行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不一样 但目前一国已经凌驾于两制 因此重点还是要香港人服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次才可以享有法治 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等传统的香港价值 钟建华认为 张晓明声称 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让反中乱港者出局 成为法律规范 但这份决定本身并没有提供撤销市民议员资格的明确的法律理据 爱港者治港也同样缺乏标准 我认为中共所谓新的香港治理模式 就是香港大陆化 中共要对香港进行绝对的领导 我们从港版国安法出笼 到人大和港府取消市民民主派议员的资格 再到张晓明和林郡月娥的叫嚣 就可以清晰的看出这个路径 中共不只是要清除所有民主派议员 压制反对派的声音 而且是要把整个香港完全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 香港司法独立将是中共要摧毁的最后一道防线 随着外籍法官被迫离去 银美法系将会被废止 中共极权主义法律将会在香港全面实施 独立的司法体系曾被认为是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 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和最后一道屏障 但它已经在中共的炮火射程之内消亡 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香港变成对抗西方的前哨 香港曾使中国瞭望西方民族自由和法治的窗壳 但2014年雨甩运动和2019年反送中运动 使习近平和中共惊恐不安 担心香港的新兴之火会在内地成辽园之势 为了保住红色江山 习近平铁了心要关闭这扇窗 不惜毁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为他的思维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 认为强杆子里面出政权 失去政权就失去了一切 习近平已经在打一场抗美援朝战争 只不过将战场从朝鲜搬到了香港 他要将香港变成对抗西方的前哨 可以预料随着香港治理新模式的推行 西方制裁会不断的加大 形成对抗中国的国际联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于茂春 11月12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 他指出不管谁当总统 他毕竟是美国总统 他一定会按照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考虑 这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 川普总统对华政策的三大理念是 抛弃打中国牌 抛弃以接触为中心 认清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 于茂春认为 这些理念是基于对中共政权本质的认识而做出的 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事实一再证明了中共当局为了保住执政地位 可以推翻曾经做出的许多国际承诺 最新的例子就是北京直接剥夺香港立法会 四民清民主党议员的席位 再次揭示了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 是根本靠不住的 第三香港治理新模式是中共末日狂奔 应该说习近平的兴气很高 可谓神龙百尾 闲海浅 大鹏斩赐 恨天敌 他有一个宏大的治国构想和路线图 他计划通过反腐极权 将中国从后极权主义返回到极权主义 对内政治高压独裁专制 对外保持经济的开放 继续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建设一个与西方相抗衡的帝国 收复台湾 取消一国两制 同化少数民族 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 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领袖 但习近平心比天高 却命比纸薄 因为他的狂妄和不食食物 正在加速中共的灭亡 有网友写道 他是帝国主义和全世界反动派 安插在我们内部的人 他用最短的时间搞款了中国经济 他用最短的时间搞坏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他用最短的时间让中国的外汇储备见底 他用最短的时间让一国两制的香港金融贸易 和自由贸易中心不负存在 他用最短的时间使中国的国际产业链断裂 他用最短的时间让失业率 攀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用最短的时间让美帝国主义成兵 西太平洋战火一触即发 他用最短的时间让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率达到最低点 当今世界共产主义极权政权早已分崩离析 被世人唾弃 但习近平不好读书 不懂世界大事 能沉浸在毛泽东的神话故事中 将中共的回广返照 误读为国运昌盛 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 中共的命运本应该与苏联和东欧一样土崩瓦解 但邓小平开启了市场经济改革 让中国改革开放改变了航向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从此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变成了公立的金钱关系 可谓赢者止渴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 2015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衰退期 但习近平没有读懂国企 将晚霞误读为朝阳 习近平狂妄自大 盲横粗暴的得洗 使平民百姓怨声载道 官员官不了身 知识分子不相为谋 民营且家仓皇而逃 军人人心思变 可谓上得罪了天 下得罪了地 中间那与自己过不去 有学者指出 这个外表强大光鲜的红色帝国 其实已换成科 赤裸裸的敛财和镇压 所付出的代价是失去政权的合法性 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 中国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 它的政权居然在六四大屠杀之后 承活下来 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历史经历告诉我们 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权 虽然可以活得超出人们的预料和忍耐 但它绝不会长久存在 人类历史没有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 目前中共在台湾 已经民心尽私 统一大业 已建成白日梦 试想一个独裁专制国家 如何与宪政民主的台湾融合 文明与野蛮如何相得益章 北京当局四九大后 全面计划民主矛盾 中共将百亿万维吾尔人 关押在再教育集中营 在西藏 中共拆毁了社达五名佛学院 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名藏人 为抗争中共的暴政而自焚 在内蒙古 中共禁止蒙古族学生说母语 中共正在实施纳粹化的 种族灭绝政策 但却将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丹主义的商标 贴在少数民族的身上 一旦中共退出历史舞台 苦共久矣的维吾尔人 藏人 蒙古人 必将提出独立主张 但制造中国分裂的罪回祸首 恰恰是中共自己 在中共极权统治下 红色恐怖可以维持中国的统一 但它如同一个巨大的高压锅 不断积聚着风险 爆炸 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是中共70年统治的罪恶死了 并且中共支撑期越长 分裂的可能性越大 甚至成为避难 香港市民的勇敢抗争 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也鼓舞着台湾和正在遭受中共 人权迫害的维吾尔人 藏人和蒙古人 国际社会对香港抗争的支持 使当权者成为统一之父的愿望 成了水中月 井中花 屠杀只能使中共政权加速崩溃 2019年10月 曾访问香港的美国参议员克鲁兹写道 纵观历史 各种肤色和信仰的人民 都在寻求逃离共产主义的魔爪 独裁暴君们对此是知道的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修建柏林墙 不是居民与外而是所民与类 不满涂鸦的混凝土高墙在东德被推翻了 不过各种现代的柏林墙依然存在 暴君们还在全世界压迫数十亿人民 特别是在中国 中共继续侵蚀香港的自治权 摧毁那里的民主惯例 今天的香港就是新柏林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柏林墙已经成为历史 但他告诉我们一件事 限制民众自由的围墙 不管有多高多宽 他都会被推翻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aven行 优优独播剧场上